紫禁城 紫禁城的文献记载和实物珍宝 那可是非常的丰富 最令人叹息的是 唯独缺少了那建筑设计大师的资料 在那个封建时代 木工匠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 紫禁城在建设初期 是由几百万人的建筑大军来施工的 可是到了现在 别说施工的木工匠 甚至是设计者姓氏名谁 都是一个历史之谜 是谁设计了气势磅礴的紫禁城 据考古研究者们的一个说法 紫禁城的设计师 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匠人 此人姓快民想 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 死于成化十七年 是江苏苏州无限香山人士 他到底有什么能耐 可以让朱棣派他 来负责如此庞大的施工呢 当时 在进京城讨生纪的工匠中 有一个叫香山帮的派别 这里面的工匠们 都是无限香山人 或者是香山人的门徒 这些工匠师傅们 比较擅长木工 而其中又不法非常出色的 泥水匠 七匠 石匠 雷辉匠 雕塑匠 彩绘匠 等等各色手艺人 快祥恰恰正是 香山帮匠人的帮主 作为一帮之主 料来必是有真材实料的 坊间一直都有流传着 关于快祥的一个小故事 据说 在刚刚建造紫禁城的时候 缅甸国王 向明朝进贡了一块木料 这块木料可不得了 是缅甸国王 派人 千里迢迢从缅甸运送到北京来的 光运送的队伍 就有一百多号人 朱棣收到之后 就下令要把这块木料 做成大殿的门槛 可是由于一个木匠的疏忽 把这块木料拒错了 整整短了一尺有多 这个木匠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赶紧报告给了快祥知道 快祥看了之后 二话不说 就让那个木匠 再把那块木料拒去一尺多 大伙看了都很惊讶 这样子不是就更短了吗 可半天功夫 快祥就多出来的那两块木料 在门槛的两端上 雕琢了两个栩栩如生的龙头 再在龙头边上 各箱上一颗燕明珠 木料不仅没坏还有了新意 让门槛可以自由地装卸 朱棣看了这门槛 十分高兴 对快祥大加赞赏 这就是我们通俗所说的金刚腿 意思是活门槛 快祥是很聪明的 建造宫殿和楼阁的时候 他只要略加计算一下 就可以画出一张设计图来 按照这个图纸 施工完毕之后 建造出来的宫殿和楼阁 与图样的尺寸大小 那可是分毫不差 可见快祥在建筑上的造诣 那是非同一般的 就连皇帝 也是称呼他为快鲁班 到了1420年 紫禁城已经建筑完成了 可是仅仅过了九个月 紫禁城就受到了累积而失火 烧光了三大殿 这里说雷劈 其实是有个传说的 传说在盖好宫殿之后 朱棣甚是高兴 就找了一位 彗星向占卜的官员 让他来给紫禁城 算上了一挂 这个官员说 在明年的四月初八 这个宫殿会发生火灾 烧掉大殿 朱棣听了之后大怒 可让人想不到的 第二年的这一天 因为天气骤变 天上雷鸣电闪 三大殿果真被雷劈中了 产生火灾烧掉了大殿 一直到正统年间 朝廷财下命令 来重新修缮紫禁城 这一次负责的修缮 还是快翔 在现今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收藏的一幅明代工程图中 描绘了一个人物 站在成天门下的 据说就是快翔 快翔在后来去了 公布担任左侍郎 公布这个满地游说的衙门 也是一个不小的官职了 可是他还是非常的谦逊 简朴 一直到了晚年 他虽然辞观归隐了 但是每当有人 向他请教建筑方面的问题时 他总是非常热心地 给人家讲解指点 在旧时北京 曾经有一条叫 款式郎的胡同 说他就曾经在那里住过 后来款翔的后代 大部分都继承了精湛的记忆 一直到晚清 还有将南木工巧架 揭出香山这一说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一道 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